我和我老公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所认识的 之前我和他也是同班同学 他就坐在我的旁边 那时的他长得很帅气 可跟如今相比 他更是非常的迷人 我没想到这一次聚会竟然能够碰到他 于是我顿时间心中就勾起了火花 因为在上学期间就有很多的女孩子在追他 可是那个时候我虽然喜欢他 但是我没有勇气跟他说 而如今我又再次和他遇见 也许这就是上天的安排吧 在吃饭的时候 朋友们都会拿我当做玩笑话 说我跟他非常的合适 当时我虽然表面上很生气 但是我的内心已经笑开了花 因为毕竟我和他现在还是单身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在饭桌上他也不断地在喂我夹菜 并且还会和我聊一些之前的事情 渐渐地我们两个人的距离就变得越来越近 随后同学聚会结束 我们两个人就留下了彼此的联系方式 于是我们两个人每天都会像普通朋友一样去聊天 久而久之两个人之间也慢慢地产生了感情 有的时候他因为工作很忙没时间理我 我就会觉得很失落 每天我都会抱着手机一直在等待着他主动给我发短信 每当看到手机响了之后 我就会想是不是他发过来的 可是每次都不是他 我就觉得他肯定对我没有感觉 只是一直把我当做朋友看待 突然有一天在情人节的那天晚上 还是和往常一样 他邀请了很多朋友出去玩 而我也在其中 我心想反正都是朋友出去玩一下没什么的 于是那天我轻轻打扮了一番 当我来到他们所说的位置时 我顿时间愣住了 只见一个男人跪在我的面前 手捧着99朵玫瑰花在向我告白 或许是这份爱来得太突然 让我一时惊慌失措 于是就这样 我们两个人开始了正常的交往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妈妈竟然不同意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因为他们家是城里人 而我家是农村的 他觉得门目当户不对 以后就算生活在一起 也有很多习俗不一样 而且他妈妈一直都瞧不起农村人 可就在这时 我老公就对他妈妈说 如果不同意我和他结婚 那他这辈子就不会再去娶其他的女人 他妈当时愣住了 因为我老公是家里的独生子 他不想一颗独苗就再这样断了 于是没办法就同意了我们两个人结婚 就这样我们在父母的办理下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婚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也很幸福 一家人相处的也很融洽 我心想婆婆肯定是接纳我了 可是有一次趁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他竟然对我大吵大闹 并且告诉我之所以会对我这么好 是因为不想让他儿子在中间左右为难 所以才会每天在他儿子面前表现出很慈母的样子 我当时一听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每天都在不断地努力讨好他 可是不管我怎么做 他始终看不上我 并且有的时候还会说 当初要不是他儿子威胁他 他始都不会同意我和他结婚的 现如今在我怀孕期间 他对我也非常的不好 甚至还会让我做一些纵活 渐渐的十个月过去了 我为他们家生下了一个女孩 这让我的婆婆更不高兴了 因为他们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再加上我如今又生下了一个女孩 他更是不高兴 所以在我坐月子期间 都是我父母来照顾我的 有的时候我真的从心里很难过 因为我老公自从在我生完孩子之后 他对我也非常的冷淡 有的时候在我和他妈妈发生争吵的时候 他总是会站在他妈的角度去责怪我 有一次我的婆婆 她突然说自己生病了 于是就跑到医院去住院 那个时候我婆婆说 她需要动手术 急需一笔钱 于是我老公就给我打电话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心想 也许只有经过这一次 我的婆婆才会对我刮目相看 于是我考虑都没考虑 就向我的父母拿了三万块钱给她 当时我要求去医院照顾我的婆婆 可是我老公却说 我婆婆现在病情还没有好转 等到她的身体好了一些再过去 让我在家照看孩子 于是我就听了我老公的意见 因为我婆婆长时间住院没有回来 所以那天我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中我问她身体怎么样了 我婆婆说已经没有问题了 差不多过几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我当时一听就非常的开心 可是我的婆婆她竟然说着 就忘记把电话给挂了 当我想要挂电话的时候 我突然听见婆婆在电话中 和别的病人在说 她根本就没有生病 只是想让我从家里面拿一些钱出来 这样以后 她儿子和我离婚的时候 就可以有钱为她儿子再找一个好媳妇 让别的女人再为他们家生一个儿子 我当时一听就觉得自己很傻 原来她们一直都没有把我当作一家人看待 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现在我脑子一片混乱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